歡迎大家繼續回來有問必答這個環節 我們這一節繼續有Harry和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電話或者電郵 Harry 你好 你好 在答家庭觀眾的問題之前 我們先跟進大事的表現 暫時看到恆子升幅超過200點 升228點至20398點 國際指數升95點至8580點 大致成交344億 A局仍然是個別發展 深淨城市有得升 升16點至10198點 但是上陣指數和戶心300指數都輕微下跌 上陣指數跌1點至2883點 至於戶心300指數跌2點 暫時在做3107點 我們上一節就說了一些內房股的消息 就說5月份的70個大中城市裏面的數據 就是樓價按月的上升城市的數量 我們這一節繼續說內房股的板塊 我跟Harry跟進一下晚科 好 我們看到晚科 今天股價比較易動 他就有些消息 就說會打算收口深圳地鐵旗下的前海國際全部的股權 初步的交易價就是456億元人民幣 公司就會發行A股的方法 就是支付全部的交易對價 對價的股份 初步的發行價物 就是每股就是15.88元 公司就會向地鐵集團發行有超過28億股的A股 如果是收購成功的話 芯鐵就會持有萬科兩成的股權 成為一大的股東 Harry 你對於這一宗消息 你又怎樣看法呢 就是對於萬科的前景有什麼影響 萬科如果正如剛才Iris所說 就是通過了好罵深圳地鐵 進來這間公司來講 照道理對於整個重組 又或者是A股到這秒鐘還停牌 照道理是好事 但是到這秒鐘你會發覺 整體股價的走勢就向下走 還要走得多下 而且A股仍未可以復牌 發生什麼事呢 最主要大家是憂慮一些新的不明朗因素走出來 之前如果大家有跟開萬科這單消息的話 整體之前的股價就試過衝到22元 就說前海人壽和安邦那邊 就好像搶股價搶到非常之高 對於黃石一眾的管理層和華潤系那邊 其實是一個一大威脅 因為以前好像東亞那樣 惡性在市場上掃上去敵意收購的消息 好像80年代港股那樣 但出來之後就停牌 即是市場過本身 黃石想大幅地大滅 他自己的整個股份 想逼走前海 後來其實中證監就喝止了 中間幾個Party 其實在這裡明爭暗鬥的消息 出來了到現在 最後我們知道有深圳的地鐵幫 就進入這間股份 新的不明朗因素 其實就是來自於深圳地鐵幫 和華潤在這邊 其實可能會有些爭執 因為今天證券時報也有說到 華潤現在整件事通過了 深圳地鐵就會變成大股東 華潤那邊也有傳說 他可能和國家隊那邊 因為其實第五第六大股東 就是國家隊的 會不會和國家隊那邊 亦都買了9%的股份呢 其實就會有些感覺 就會變成有兩派別的人士 都是持著萬科非常多的股份 但是也是在搶大股東的地位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 這些明爭暗鬥 中間我們在節目上 就很難說了所有故事 中間後面肯定有很多古怪怪的事情 其實出了來 大家很簡單 就是不明朗因素就越來越多 有些新的不明朗因素走出來 所以股價你會見到 今天就倒下來 因為照道理 如果先前Iris所說 深圳幫搞定了 即地鐵搞定了之後 就繼續發展 OK的 整件事還好 其實A股復派 整件事大團月結局 燒烤烤 但是現在你出來 又好像多個 本身有個爭執位 有兩幫派別出來之後 大家對於股價 就會非常之敏感 因為接下來 究竟主席黃石站哪邊 站在深圳地鐵那邊 還是華洋這邊 你又不知道 其實是否華洋真的會 跟國家隊買回這9%的股份 又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賣什麼價 又另一個問題 所以你創造成10個問號 在中間 為甚麼股價 你會見到 今天內房股 剛才我們說的數據 其實不是太差 是不是零零射射 萬科賣不到樓 你看這幾個月 其實他賣到的 很OK的 那個gearing 都很正 如果你計算內房股當中 他那盤數是最漂亮的 但是這個股價都倒了 他的主要原因 所以大家 永遠都是 看著近幾段 我們分析萬科 那件事 就是他本身跟其他內房股 就完全走勢是自己行事的股價 因為他中間的股價 就非常QK 電視劇都沒必拍到的 那些這樣的股價 所以又看看他究竟華洋之後 會不會出來澄清 究竟地鐵那邊 還有怎樣去看 還有最重要是主席黃石 究竟怎樣去講整件事 還有來什麼時候復牌 如果不是的話 股價我相信會比較弱勢一點 其實消息出來之後 都有幾間大行發表報告的 就是萬科 其中摩通就說 覺得公布交易短期 是有負面影響的 因為其實都是關於深圳的地區 他就覺得深圳這個市場 會有些泡沫在這裡 還有就是萬科短期 每股盈利和每股派息 覺得會被攤薄兩成這麼多 就是透過收購深圳地鐵 如果你說看 你引了深圳也是叫做倍股 不是股票會進來的 每股EPS一定會大率 但是如果整件事 這個市場 可以很快地解決 譬如這樣說 華潤會不會就一些 內地的報章的報道 而澄清我們沒有打算做那麼多 深圳地鐵進來 他搞了 我做一個財務投資者OK的 我保持我15% 第二大股東第三塊股東無所謂 這樣整件事就可以與過天青 但是以往這幾個月 停了一段時間相當之久 究竟重組裡面引入不同的幫派 你會見到深圳不同的大財團 其實都非常之不妥對方 雖然最頂頂的大股東還是阿恭 但是中間其實是一些權力的爭鬥 普羅散戶現在都很明顯地見到 又去搶股販 跟著又大撈 中間其實究竟怎樣去減 最後大撈原來是深圳地鐵 整個股市其實相當之複雜 所以對於股價的走勢上 一定是不方一件好事的 所以暫時來看 現在大家賣下去 可以的 我明白是一個博弈的心態 最恐慌的時候衝進去賣樓 如果以估值上計算 其實去到17元以下 萬科抵賣 因為我覺得 本身這間公司 賣樓的質素上會比較好些 但問題是 可能要捱一捱中間 這些所謂很多 我不可以說是八卦消息 但是就是一些峰迴路轉的劇情 所以對於股價表現來說 就是大家現在 就算買下去也好 你試第一柱 看看它是否真的會明朗化 整件事來說 我相信後段還有很多故事 除了八卦之外 我們看看其他的內房股方面 見到813 細膜房地產 今天有得升 不過升幅不算大 也是升不到百分之一 暫時在做9.46元 兼且副主席出來說話 就說 今年的合同 銷售額的目標 就是670億 兼且今年的上半年的銷售 已經去到四成了 有信心說今年的銷售 就會達標 甚至是超標 Herry 你對於細膜房地產的前景 又是否這麼樂觀 西貿房地產 我是一半半 因為其實它這幾個月 賣樓的情況 都算一般 還有它比較集中在上海 所以政策面上 都是比較辣椒多一點的城市 所以你見到股價 今次設定的目標 其實我覺得是保守得很厲害 所以現階段 它賣得不太多的消售速度 它都算是輔入目標的一半 所以暫時來看 它可能會醞釀反彈 但是很明顯的 其實你看股價圖裡面 這個是細膜房地產的幅圖 不斷射到現在 可能會有些死雞彈 可能彈彈上去十元也不出奇 就算購這些股份 你本身也可能在駐馬上 就不要那麼多 誰為之弱勢的內房股 這是第一隻 如果強勢的內房股是有什麼呢 這些是強勢內房股 其實一個是在上海 一個是在廣州賦力 中間就會全都抽上來 所以你自己本身 面對著政策面上 又不是完全是最喜歡的內房 我寧願賣貴一點 追一些強勢的股份 可能會好的一隻細膜房地產 好啊 最後跟大家跟進整個板塊 個別股份的走勢 我們看到中海海暫時 升幅有0.7% 做22.95元 阿潤置地升超過1% 做17.64元 萬科是逆市偏遠的跌幅 比較深淡 跌超過3.3% 16.94元 比國而沒有升跌 做3.9元 世磨房地產 升0.6% 9.46元 繼續看下去 見到富力地產升超過2% 做10.4元 亞居樂就是逆市偏遠 跌1% 做3.8元 合景泰富是升超過2% 做4.44元 六成中國就是升1.7元 升9先 做5.22元 至於恆大地產升幅 就是1% 做4.88元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跟Harry你先做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好多謝你詳盡的分析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晚點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